男人吸引女人的五大技巧,尤其是最后一个 1.不要让女人一眼就把你看穿 这样一来女人就会认为你太肤浅 并且会因此对你失去好奇心 谁知也就没有吸引她主动太密的可能 你可以世道故弄玄虚 自然而然的就会吸引很多妹子的注意力 到时由量变产生自变 报得美人归将不再难 2.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 把女人吸引过来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接下来还需要让女人对你建立良好的印象 男人可以用幽默的手段达到让关系更加融洽的目的 总之你要做一个能够让女人随时能开心的男人 那么女人在不开心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会在第一时间想起你 毕竟人生不如意,事长八九 3.男人在言谈举止方面需要强化 最好先了解女人喜好,然后投其所好 一切表现都为她量身定做 比如女人不喜欢烟味 那么你可以暂时或长期把烟戒掉 等生活例子不胜枚举 除此以外,男人的精神状态对女人也会产生致命的吸引力 至古就有郎才女貌一说 如若男人以大家风范出现在女人面前 想必女人会将为你倾倒 接下来投怀送暴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4.男人需要勇于捅破窗户纸 不是以认真的方式捅破,而是以玩笑的方式表白 主动试探女人到底对你有没有意思 不要到头来让女人对你说一句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可是我们真的不适合 只要女人这样说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是真的不喜欢你 第二种是等不及你来表白 索性就不再等了 5.男人要做到胆大心细 虽然不是所有女人都喜欢胆大的男人 但是喜欢胆少男人的女人少之又少 总之女人喜欢男人主动 更加喜欢被男人征服 这样才会彰显男子气感 并且女人也会对胆大的男人 对未来抱有很大的期望 毕竟创业成功的男人 无不是胆子大的男人